爱心彩蝶计划 很遗憾呢 我现在是在上海参加话剧的演出 所以呢没有办法到现场 但是我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荣幸 可以成为爱心彩蝶的一份子 菲利西梦呢 一直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品牌 因为它透露出来的 对生活细节的关心 还有对整个社会 整个世界的这种关爱呢 其实也是我一直非常的赞赏的 那这一次可以参与到爱心彩蝶呢 也可以发挥一些 自己小小的创意能力和绘画能力 希望我制作的彩蝶 大家会喜欢 在这里呢 也希望大家可以 透过爱心彩蝶这个计划呢 多多关注大熊猫 多多关注四川的朋友 多多关注需要关注的所有人 也希望每一位朋友 都可以积极地参与到 爱心彩蝶计划当中来 拜托大家 嗨 大家好 我是黄小平 那么这次采叠的这个盘子的设计 一对大熊猫 灵感是来自于 因为我是熊猫保护大师嘛 那之前受养了一对熊猫 平平安安 作为他们的爸爸 我觉得我很想把这对可爱的宝宝 放到盘子上 一是告诉大家 要保护我们的大熊猫 二是也可以借这个机会 能够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我觉得是个 一决两得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支持我 我眼中的panda是 憨厚单纯的动物 那所以我的设计理念呢 就是一群可爱的panda 拉着手呢 在一起跳舞 来享受大自然 享受彼此在一起的一种快乐 我想对孩子们说的是 虽然大熊猫和我们人类一样 都面临着很多环境的问题 但是我们只要拉起手来 互相帮助 互相扶持 我们就能够拥有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毕竟未来是靠我们 用双手去创造的 那么此时此刻呢 也要更加享受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快乐的跳舞 歌唱 享受大自然 赋予我们的一切 大家好 我是杨威 非常高兴参与到 分体西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举办的这个 21世纪爱心采集活动 但是由于我个人身体的原因 可能到不了现场 在这里呢 今年的主题是panda 在我眼里熊猫是一个 非常温柔 善良的一个动物 而且它具有坚强的品质 在经过了200到300万年的 这样一个生存环境之后 还能够坚毅的 一直保存到现在 虽然它曾经病名绝种 但是我们现在 一直在提倡 我们要去保护我们的国宝熊猫 无论面对困境逆境 它们都能够保持一种坚强的心态 和一个平常心 我想这真是我们运动员的 一种品质 而我们运动员如果 有了这样一种心态 那么就会在比赛中 或者训练中 一直保持长胜的状态 而且这也是我自己训练 和比赛当中的一种理念 能够做到这一点 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希望 我们运动员 或者是我们的 平常的人 或者是我们大家 所有人都能够保持 这样一种心态 都能够让自己保持一种平常心 这样我们在生活中 在工作中 或者是在 各种环境中 都能够让自己一直的 坚持下去 一直有积极相伤的一种 在这次爱心采叠活动中 给孩子们一些寄规 孩子应该是快乐的 如果你们失去快乐 我们也会很痛心 那我们就会去做一些 让你们快乐的事情 一起承担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是我给孩子们的寄规 也希望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最后再次感谢 菲尼希盟和联合国教科文 主持举办的这次采叠活动 也希望这次采叠展 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 得到了帮助的那些 灾区的孩子们 能够抱着一颗感恩的心 能够让我们的这次活动 取得最大的效果 这是我们最终的心愿 也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次活动当中 每一个人都得到收益 能够让自己的心灵 自己的内心身处 得到一些回报 也希望那些在区的孩子们 能够天天开心 能够让他们 每一天都觉得自己是快乐 嗨 大家好 我第一人敬 很高兴这次可以参加 菲尼希盟的 Tribeta 21彩蝶词战活动 这次是我跟小王子 一起共同为一张彩蝶 彩蝶的创作 那这次的主题是Panda 这也是这个彩蝶 尤其以来年龄最小的 绘画参与者 也是第一副亲子的创作 那么当我告诉小王子说 这是要为 在去的小朋友 募款的时候呢 他很开心 我有跟他说过 在去的小朋友 就没有吃饭什么的 所以他就希望说 能够画出一张彩蝶 上面是 这个Panda眼睛 也是一颗爱心 然后呢 他在菜树叶有饭吃 然后菜在云上是可以做梦 所以呢 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拥有这样的彩蝶之后呢 你们跟大叔小朋友 祝福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充满了爱心 然后完成自己的梦想 也能够丰衣主持 身为一个设计师 如果能够利用设计 他去做个作品 你同时可以为 四川大自身 吹电力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设计在一个白色的点 中间呢 放了一个 印刷了一个 膠布 这个膠布就是 平时教书手用的膠布 是代表了一个保护的作用 膠布中间呢 有一个图像 就是一只熊猫 我的概念就是说 在四川大自身里面 我们除了去帮助 拯救我们 十专业的同胞之外 我们的 国宝熊猫 我们应该都要 尽量尽上方法去保护 海国 Safe our people Safe our pandemi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除了 请不吝点赞 打赞 五大 可以 很多 做 一只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